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华人一枚工章 私自与外商签订合同 贪污15万美金 并在香港开设联名户 把钱转到国内消费 此次给中国华人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黄欣还多次威胁我 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另外 黄欣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民生 伪造自欠性 模仿我本能签字 在朋友圈自圆其说 称妻子的举报是假的 以上举报内容 我已在中国华龙纪委做过笔录 在这里我恳请中国华龙纪委 财政部纪委 中纪委领导 尽快处理黄欣 为国除害 黄欣 江西怡春上高线人 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机要秘书 是中国华融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民的同乡小弟 黄欣现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高级经理 根据黄欣妻子万利利利举报 黄欣有60余名情人 其中黄欣与一个名叫董某慧 重庆籍的情人育有一子 黄欣的另一名固定情人胡某 贵州籍则被其安排常年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水队子北里秀水源小区 黄欣每月给胡纳9000元是保养费用 黄欣有6处房产 目前知道详细的地址有4套 这些房产分别登记在其二姐黄欲杰和四姐黄四庭名下 据万利利讲 黄欣与其结婚时 并未告知其真实的资产状况 婚后很长时间 黄欣才将部分房产的情况告知万利利 黄欣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的一处房产需要过户 其四姐黄四庭还提出 为了安全起见 过户之前最好和万利利离婚 否则你的利益没有保障 黄欣房产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嘉华世纪 北京市通州区嘉华印象街福荣园 廊房市天阳城四代 北京市丰台区群方园四区 江西玉山华府等 另外 黄欣作为一名国企高管 利用其亲属的名义开办多家公司 并直接参与经营 为其谋取私利 黄欣以其二姐黄玉杰的儿子陈丽的名义 开办的公司有 重庆市锦辛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黄欣持股51% 内蒙古三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50.01% 重庆博德恒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51% 北京市盛市鸿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100% 黄欣以其四姐黄四婷的名义开办的公司有 北京天下无贼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30% 中建黄科 北京环境科学研究院 黄欣占股5% 北京乐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70% 黄欣以其二姐黄玉杰的名义开办的公司有 江西省经立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黄欣占股50% 万历立讲述 他与黄欣是2016年底结婚 婚后他多次发现黄欣有出轨行为 为了黄欣的前途考虑 他一直隐忍 但黄欣不但没有回心转意 而反变本加厉 除了夜不归宿外 心情不好时 还经常对万历立家暴 后来竟发展成将妻子赶出家门 且丧心病狂的偷走了 妻子价值千万的个人珍贵藏品 黄欣的二姐黄某 接在微信聊天众恐吓万历立 自己的大舅舅徐某刚 小舅舅徐某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表哥潘某平是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有硬背景和历史渊源 所以有大的底气跟万历立玩儿 据知情人透露 2019年3月13日黄欣涉嫌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贪污受贿 包养情人 嫖娼 家暴等犯罪事实被媒体曝光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一位副书记找黄欣谈话 黄欣与该领导拍了桌子 从纪检部门出来后 急发朋友圈声称把所有事情都说明白了 根本没有把本单位纪检部门看在眼里 总之 作为孙政才与党的黄欣 由于政治上战错队 这次又被妻子举报 她肯定在劫难逃 结局很悲催 这次又被妻子与党的黄欣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不妻子与党的黄欣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